在09年的时候 28岁的张艺宁嫁给了300亿身家的徐薇 但婚后走路上街买菜 却被媒体拍到说过的太寒酸 身价上衣又怎么样 你还不是像保姆一样伺候一大家子 张艺宁出生在北京 是个纵横乒乓球界的大魔王 21岁就拿下了世界冠军 在08年的奥运会结束后 他还是单身艺人 朋友马彦宏看不下去了 就把徐薇介绍给了他 俩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后 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俩人仅仅认识了三个月 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很快生下了个女儿 虽说他们家有钱 但张艺宁并不想过养尊处优的生活 事事都是亲力亲为 有一次他穿着随意的去菜市场买菜 却被媒体吐槽过的寒酸响恶 保姆知道这后 徐薇忍不下去了 直言买菜也把咱们家的劳斯莱斯开上 让他们再说闲话 对此 张艺宁表示不合他们一般见识 徐薇直言 那可不行 你可是我太不能被人看扁了 这霸气既为护妻子的样子真帅 如今俩人结婚十余年了 从未有过绯闻 在节目中 张一鸣还说嫁给他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希望他们今后的生活会更好 对这件事大家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